李宗賢一個 王俊棠一個 現在胡金龍有一個內暗感 第一球就出手打不錯 在右外野方向的位置 沒有辦法來接球 歐巴 現在有可能要清雷了 感覺是還滿順暢的 那就是一樣還是繼續保持 希望可以讓這個好的感覺 是可以延長拉長這樣 可能一下子可能狀況很好 或者是一下子就掉下來 就可能落差很大 所以在今年就會去 希望是說 可能我就是把自己的休息時間 或者是把它縮短 讓自己的訓練時間多一點 就是讓記憶再更深刻一點 讓它是一個身體的自然反射動作 這樣 這組打得不錯 平飛球 李宗賢上一個空中 攔截飛鳥的美技手臂 其實在尤其這方面 一直對我來講 就是有很多東西學不完 對因為我每天還是 就會問不管是隊友 還是家人就會問說 這顆怎麼樣 或是哪裡 哪一個play上做得怎麼樣 就是會檢討一下 其實剛進職棒的時候 或是說剛轉遊戲的時候 可能就會把它想在一起 就是可能守備的時候會想要打擊啊 或是打擊的時候會想要守備 我是覺得自己有比較穩定一點 在心靈上面 因為過去可能就是心很浮躁 然後就會讓自己防手防腳 甚至會讓自己想太多事情 然後就會沒辦法在短時間內把它調整好 我都是告訴自己說 就是很強烈說 你就打來啊 打來你就打來看看嘛 就是用這個方式在守備啊 那自然而然 只要球打出來 就比較不會那麼害怕 不是說害怕 就是比較不會緊張 只要你上了場 既然教練幫你派上場 你就是要打出你最好的一面嘛 不管是你的拼勁啊 還是說你的球技啊 我覺得就是要全力以赴 自己的角色是什麼嘛 那自己的攻擊面 跟自己在場上的一些 幫助隊友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把它做得更明確一點 那最重要的還是 我們希望可以拼到一個冠軍嘛 因為隊史冠軍手冠還沒出來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 隊內的學長學弟啊 隊友這樣子 心思一致的 那我們就是想辦法 贏每一場球隊